各位好 欢迎收看2024年8月1日的凤凰美洲新闻 我是顾爱妮 新闻首先带您来关注 美国与俄罗斯1日完成了自冷战后最大规模的换球行动 7个国家共交换了24名囚犯及2名儿童 美国总统拜登当天对美国的盟友表示感谢 白宫当天透露 副总统哈里斯也深度参与了换球谈判 白宫还强调 虽然美俄在人质谈判上取得的突破 但这与乌克兰战争相关的外交努力 没有任何关系 美国总统拜登1号与被俄罗斯释放的 美国人质家属共同会见记者 被释放的三名美国公民 包括了华尔街日报记者格什科维奇 前海军陆战队队员保罗·惠兰 以及俄裔美国记者库尔玛舍瓦 这是自1991年冷战结束后 美俄最大规模的换球行动 俄罗斯共释放了16人 作为交换 美国和盟友释放了8人 来自俄罗斯 美国 德国 波兰 斯洛文尼亚 挪威的飞机 当天飞往土耳其安卡拉国际机场 实现了24名囚犯的交换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 助理沙利文形容 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 最复杂的换球协议 成果来之不易 不过沙利文表示 美俄在人质谈判上的突破 与外交斡旋 乌克兰战争的努力 没有任何关联 沙利文还证实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 是促成换球协议的核心成员 在德国出席慕尼黑峰会期间 哈里斯曾与德国总理舒尔茨 私下讨论过换球协议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逸 华盛顿报道 另外美国2024总统大选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前总统特朗普的副首万斯 日前前往摇摆州 亚利桑那州拉票 万斯在竞选活动中 抨击哈里斯是骗子 并称他是边境的沙皇 而美国的媒体则指 万斯是近90年来 最缺乏政治经验的 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 理论上 特朗普可能会换掉万斯 这也是民主党人 最近一直渴望推动这种可能性 参议员万斯作为特朗普的竞选伙伴 在31号首次前往了亚利桑那州 这是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获胜 但在2020年已不到 1.1万张选票的差距落败的摇摆州 万斯在演讲中 就非法移民经济等议题 抨击哈里斯外 只有民主党主政的联邦政府 已与911恐怖事件的主谋 达成认罪协议 避免死刑的做法 作为911事件之后 加入海军陆战队服役的万斯 批其做法极其荒谬 万斯在周四当天 前往了南部边境柯奇斯县 川副总统哈里斯 是失败的边境沙皇 万斯表示 南部边境的情况令人难以置信 这是因为哈里斯 拒绝执行他的工作 他称特朗普的边境计划是 必须停止抓了又放的做法 以及恢复拜登和哈里斯在任期间 美国政府废除的每一项边境政策 而包括华盛顿邮报等自由派媒体称 万斯是近90年来 最缺乏政治经验的 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 称其在聚光灯下 任有许多东西要学 而有关其 2021年没有孩子的猫女 说遭到批评之际 万斯并没有收回这些言论 并坚称自己的言论是真实的 据悉特朗普的盟友以万斯不会扩大 共和党选民的基础 称万斯不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但各方惊讶于他的负面的效应 据上周公布的ABC和伊普索的民调显示 万斯的不支持率在一周内上升了8个百分点 来到了39% 网络卫视杨平俊李战青 洛杉矶报道 广告过后我们来看更多的消息 感觉回来 我们来看今天来自美国各地的简讯 美国疾控中心CDC 关于旅行和携带犬只 进入美国的新规定于今日生效 根据CDC的最新要求 所有进入美国的犬只 在抵达时必须身体健康 年龄制作为6个月 并已植入芯片 且宠物的主人还必须持有 向该机构在线提交的 进口表格的证明 另外如果狗狗在过去6个月 去过狂犬病高风险国家 则需要提供美国发行的 狂犬病疫苗证书 高风险国家的完整列表 可在CDC的网站上查阅 当局表示更新后的政策 旨在防止狂犬病的传播 2007年美国正式宣布 消除所有有犬只 携带狂犬病病毒引起的狂犬病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建议旅客了解将狗狗 带入美国的相关信息 并在出发前获得所有必要的文档 美国癌症协会发布的最新研究显示 美国的X世代和千禧一代 比前几代人患17种癌症的风险更高 研究人员分析了数百万 出生于1920年至1990年之间的人的数据 包括同期的死亡记录 这些人在2000年至2019年期间 被诊断出患有34种常见癌症 研究显示 年轻人发病率上升的癌症 包括两种类型的胃癌 小肠癌 此激素受体阳性的乳腺癌 卵巢癌 节肢肠癌 肾癌和胰腺癌等 以及骨髓瘤和白血病 研究还显示 年轻一代中 发病率增长最快的癌症 是女性的甲状腺癌 胰腺癌 肾癌 小肠癌和肝癌 所有这些癌症 在1990年出生的人中 诊断率都是1955年出生的人的2到4倍 有研究发现 帕金森病患者基因突变的概率高于预期 这表明医疗人员 可展开更广泛的基因检测 以较早地检测出帕金森病 日前发表在医学杂志大脑上的研究 对8000多名不同种族和民族的 帕金森病患者进行基因分析 发现其中13%的患者 有这种脑退化疾病的遗传因素 在具有已知风险因素的人群中 这个比率为18% 而在没有已知风险因素的患者中 则仅有9%有异发病基因突变 研究小组总结说 随着基因特应性治疗实验的进行 以及基因检测结果可能影响疾病愈后 并揭示加速风险 相关医生应该向所有 华金森病的患者提供临床基因检测 社交媒体平台 脸书的母公司Meta公布的最新财报显示 第二季业绩好过市场预期 并预料第三季销售乐观 Meta在第二季收入超过390亿美元 按年上升22% 净利润超过134亿美元 按年上升73% 期内平均每日活跃用户32.7亿 按年上升7% 广告价格则上升一成 不过负责AR扩增实景 以及VR虚拟实景业务的部门 在上纪录得接近45亿美元的 经营亏损 自2020年年尾以来 这个部门累计亏损大约500亿美元 集团预计第三季人工智能 相关的投资将增加 将导致明年资本开支显著上升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来关注一组 来自两岸三地的短消息 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遇袭身亡 引发外界对以哈停火前景的担忧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 一日在记者会上 再次强调中方坚决反对 并谴责暗杀哈马斯领导人的行为 他并强调中东局势越是严峻 国际社会越应努力缓和局势 推动冲突降级 近期巴勒斯坦各派 在中国斡旋下签署了北京宣言 林剑重申 中方一贯支持巴勒斯坦内部和解 并将继续为早日实现巴勒斯坦 独立建国不懈努力 巴黎奥运中国香港队 首经得主江明慧一日清晨抵达香港机场 大批市民旅客在场迎接 对得半左右 期待已久的众人终于等到江明慧 他带着标志性的甜美笑容 在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 杨润雄的陪同下走出闸口 江明慧挥手感谢市民支持 又举取金牌向现场展示 对于取得香港历史上第三面奥运金牌 江明慧仍感到激动 形容作为港队运动员倍感幸福 至于未来江明慧还在计划中 但提到很久没见父亲 接下来和家人团聚是优先项 奥运冠军现身 也吸引了大批市民旅客围观 有市民在脱运行李时 得知江明慧到港 马上赶到街机大堂 只为亲眼看到这位香港的骄傲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收视过后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消息 我们来关注 今天世界各地的全球财经指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另外在社区新闻方面 2024华侨华人创新创业 镇江洽谈会日前成功举行 这是镇江与海外人才的一场双向奔赴 更是镇江高规格寻访海外人才的有力见证 作为2024第二届镇江金山英才州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届华创会聚集了来自美国 德国 澳大利亚 日本 新加坡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90位嘉宾 共化发展 共序情谊 共谋合作 本届华创会还首次邀请了天津 上海 南京 扬州等地的乔商组织团体 以及中德先进制造业协会 北京中关村归国留学人员联谊会 东南大学新加坡校友会等海外人才机构代表 与会嘉宾50%具有海外博士学位 30%以上是乔齐主要经营负责人 嘉宾层次和质量比往年更优更多 活动设置了一地之约 金江之夜 梦西智慧 云台广去等系列环节 通过城市发展体验 城市魅力体验 产业推介 项目路演 对接洽谈及冷餐会 兄弟乔商会与镇江华创会交流等形式 深入了解镇江发展情况 洽谈合作项目 共同致力打好镇江桥界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新答卷 镇江华创会已经成功举办15届 共邀请90多个国家和地区1800多位嘉宾参会 海外人才 科技项目与我市园区企业对接合作120多个 落户人才团队60多个 创办注册企业30多家 近几年入选金山英才计划50余个 是海外华人华侨高层之人才回国创新创业的有效平台载体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另外12位美国青年日前在云南省外事办的邀请下 踏上了云南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 开启了美国青年云南体验营活动之旅 在昆明的三天时间里 体验营成员首先来到驼峰纪念碑 怀着崇敬之情向这座中美合作的见证进现了花圈 驼峰航线是二战时期中国和盟军一条主要的空中通道 为抗击法西斯和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接着他们走进陆军讲武堂 陆军讲武堂创办于1909年 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所著名的军事院校 培养出了众多杰出的军事将领 成员们在这里感受到了浓厚的历史氛围和爱国情怀 随后他们来到飞虎队纪念馆 飞虎队是抗日战争时期美国援华空军 为保卫中国领空做出了巨大牺牲 纪念馆中的展品生动地展现了那段英勇的历史 让大家深受触动 体验营还参观了马家大院 马家大院始建于1923年 是四河五天井 轴马转角楼的专木建筑 精美的木雕 砖雕和彩绘展现了高超的民间工艺 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此后体验营还参观了云南咖啡厂和云南中坤中药 在云南咖啡厂 他们了解了咖啡的制作过程 品尝了香浓的咖啡 在中坤中药学习了中医在云南的渊源流长 感受了传统中医文化的博大精深 期间他们还品尝了云南特色的君子火锅 鲜美的味道令人难忘 以及文明侠尔的过桥米线 丰富的食材搭配和醇厚的汤头 让他们赞不绝口 之后体验营前往大理 大理是中国西南边疆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 历史悠久 文化灿烂 苍山尔海更是大理的标志性景观 苍山雄伟壮丽 尔海宁静秀美 圣托里尼的独特建筑风格 也给他们带来了别样的感受 一周的行程精彩分成 让体验营的成员们流连忘返 很多成员不停地在发朋友圈 向远在美国的家人朋友们 分享在云南的美好经历 热情地邀请他们来感受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此次美国云南青年体验营活动 不仅增进了中美青年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也让更多美国青年领略到了云南的独特魅力 为促进中美文化交流搭建了友好的桥梁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另外在公伤新闻方面 亚马尔华赌场度假酒店日前宣布 收华护肤品牌Valmont将入住Sereno Spa 为客人带来更加独一无二的护肤体验 来自瑞士的Valmont成立于1985年 是众多名流青睐的世界十大护肤品牌之一 一向被誉为是延缓肌肤老化的专家 是抗衰老护肤方面的经典品牌 Valmont是一个厉害肌肌肌肌品牌 我们已经有40年了 其实我们为了用很多科技 和很多技术 但也和全然的资源 对于Valmont此次入住Yamaa瓦赌场度假酒店旗下的Sereno Spa 酒店方面表示相信这一殿堂级的产品 可以给客人带来全新的奢华体验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的全球天气情况 你ло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上就是这节新闻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登陆凤凰新闻微信平台 感谢的关注